海上一艘渔船不停冒出大量黑烟恐怖浓烟直往天几窜 整艘船只几乎快被火蛇吞噬 海巡队借货通报赶道场展开救援开始灭火 火势来得又猛又急 海巡艇陆续抵达在失火的船只周围戒备 同时不停洒水灌旧 船上失火情况危急而十一名船员惊慌逃生 赶紧向外界求救 渔船突然起火 幸好救援人员来得快 船员平安护救后接驳往陆地 赶紧让他们先披上大毛巾保暖 火烧船意外 还好没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有待 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 只是突如其来的意外 高雄凤鼻头外海 浓烟狂灿 也让目击民众受到惊吓 华氏新闻消息 荣浩北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